中文成員 亦仔都不斷 不行 現在這個 我們要開始就講講的 還有我們歡迎 他們提出 喂 我要國之間均然後我要講 這個台灣藝術版道來講 此外的紀念講談 重點就是這個講座的題目會跟藝術檔案 然後跟Thinking Data 主要是我們在VTT這次維基計畫的執行的一個專案 經驗以及藝術檔絲跟大家分享 所以等一下講這個議程會講到的東西有四個獎題 第一個獎題我們會先介紹我們是誰 我們是新二元藝術空間 只好是代表新二元藝術空間 那我們會先大致跟大家介紹一下新二元藝術空間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他們會參與這個維基域的計畫 然後以及他的一些相關的執行方法 然後講題二呢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這個計畫中在維基數據維基的Beta裡面已經做到哪些東西 或者預可以跟大家先預 就是集管資料還可以完成 但是完整完整可以先跟大家分享 過去未來可以發展哪些公共能做的研究方法 那兩題我們要提到這個計畫的第二個很重要部分 也是Wikibase 就是Wikibase的一個基礎架構的一個系統 那很多在德國已經開打這個示威的未來的發展方向 那我們要說我們對Wikibase的想法是什麼 那兩題四呢我們要提到的是在執行這個計畫的過程中 尤其是維基的維基數據跟Wikibase這個推動以及跟衣術場率的檔案之間 我們發現了什麼問題 那這個或者遇到什麼小蛋 那這個其實會跟剛剛上面詩老師 詩老師會比較正向看在不同場域的結合 但是在這邊我想要提出有兩種理論的方式 就是去跟大家說獲取問題還有其他的面獎 就要有在解決或者大家在進行那種跨離運作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的一個事情 那講題第一 我們首先要先進到我們是誰 我們是西藍園藝術空間 那西藍園藝術空間是什麼 我們是一個西藍空間 然後是在1995年就成立了 1995年大家應該覺得很早 我1994年出生所以他在五何年 我一歲的時候他就成立了 然後今年是大概已經快二十五年 二十幾年這樣 那可是可能大家會想說 記載空間是什麼 這個人一直聽到 其實記載空間是一個藝術場域 一個專門的術語或者用語 就是專門指說不是商業畫廊 也不是美術館設的一個專門的藝術空間 你可以想到的是一群藝術家們 他們想要自主經營一個展覽的空間 或者一個活動的空間 但是他們不想要被 1990年代當時的畫廊 或者美術館體制綁架 就是藝術家有一個自主的一個想像 但他們自主經營 然後自己在那個空間裡面 舉辦展覽 講座計畫活動這些 對這是一個1990年代一個非常盛行 其實在台北北中南各地 其實很多藝術家都自主的去產生這種的運作方式 但是時至今的藝術場域其實已經發生了很多的變化 包含了台灣從90年代以後 其實都是藝術出現的建制 以及文化補助政策的組件確立 還有藝術的評審機制這些的組件 都有一定的規劃 其實傳統的藝術機帶空間 其實面臨的挑戰 因為他已經很難說完全的 完全獨立於藝術世界 而必然會跟政府或的街區跟畫廊 有一種互動方式 那會變成是其實到了 有的論者會認為說 其實到了2005年之後 1990年代的機帶空間 可能到了2000年以後 已經是要用藝術空間去取代 或者說是用一種後繼帶空間這種講法去理解 也就是說 不再是有藝術家自主的藝術空間這種講像 而是搭了更多的東西 而且包含了 在2000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藝術的新 剛畢業的學生也開始想要自己 經營自己的空間 但是他們對於 他們對於這個空間的講像不再像過去 一定要不同於文化 有一種貴拓後的原本 即是貴拓 而是他們對互相的 影響或者互相的交流 這是一個2000年代的藝術空間這種想像 或者一些舊有的90年代的 競爭空間其實也面前轉型 或者是因為台灣藝術政策的補助機制 比如說他開始不再強調說 不再只滿足於藝術家自己做自己的設 開始認為藝術圈必須開始 例如參與社區總體 社區營造這些計畫 或者說接入社區或者是某些國際交流任務 所以基帶空間其實也面臨了一些 又有的基帶空間也面臨了一些 短期 可是你知道九名代到現在 其實已經到20幾年 其實已經很多的 所謂九名代的基帶空間 一路路去去的結束營運了 這包含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之前在新北的淡水的那個補回工作室 其實它是國際一個技術專門 也是一個基帶空間的形式 那因為創辦人蕭老師的事實 所以可能他那個空間要收掉 或者有的是因為當然人多 就會有我部口 然後有的基帶空間就沒有收掉 可是結束營運就有一個問題了 他們的歷史被記得 他們的打案要怎麼處理 因為他們你可以想像這樣 20年來他們 即便藝術家可能大家可以想像到 都是比較純性嘛 但還是會有很多的活動紀錄 很多活動照片和影片 甚至是還是一些公務的這些 那這些東西要怎麼整理 而如果不整理的話 其實可以說是在台灣一座史上 又沒有他們的位置 因為每座黨他們有自己的 打案整理機制 這些民間的單位不一定有 或者他們在執行的時候 當然熱衷於活動 但是檔案的建築部分 可能是更不相互的 是摸蟲的程度的完整而已 那這也是我們新的原意識空間 開始在注意到很多器材空間 開始在逐漸結束 影音源或者轉型的時候 這些檔案到底要怎麼處理 然後當然新的原意識空間 也面對到自己的檔案 怎麼處理問題 那這個時候剛好我們 有機會就知道危機媒體 就是危機媒體激化的人 但危機媒體激化能夠給這些 有檔案整體需求的空間 機械空間怎麼幫助呢 這是好問題 可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危機媒體激化最有名是 危機百科嘛 大家一想要危機媒體激化 也會有危機百科 可是危機百科呢 你寫條路其實很有很高的門檻 例如他要有參考文件 不夠參考文件代表 那個人有不夠的關注度 可是很多機械空間的藝術家 其實他可能 即使是那個中學老師 或者只是個素人 但是他有一個藝術的夢想 或是藝術的人想要投入藝術活動 所以他才有機械空間 但不如一種不夠的參考文件報導 實際上很多藝術家都不一樣 當然一些被頂潔藝術家 他可能是你的中學老師 但他其實很厲害 或者他其實曾經 他中學老師 但他的作品也很健康 但都沒人知道 那這樣他就無法 成為一個僑木出現在危機百科 那另外一個 我們常常在危機媒體計畫中提到 在危機媒體共產資源 會處理國媒體檔案 例如照電台的影像什麼的 但是對於機械空間來說 或者其實對於很多藝術機構來說 最大問題是授權 因為危機媒體共產資源要求 就是7700set 或者7700set 更高的開放資源部 例如7700 甚至7700 但是就對於絕大部分的藝術機械空間來說 他們整理自己的檔案都很累 那這些檔案的照片 或者這些作品的授權 就是作品那些授權的照片 其實就要重新的去先授權出 可是很多的早期的 地帶空間的 如果藝術空間的運作模式 他們可能是彼此好朋友 彼此互相氣熱 然後就試圖想要做個活動 那你這時候再去推出說 總會把我簽授權書 那其實已經很困難 或者有很多複雜劑 這是可能 當事了已經掛了 那個授權其實不知道怎麼處理的動態 所以你說 傳統的例如 其實你可以聽到 導 英文幾百顆片的長目 其實很難 然後單純的照片 或者檔案 看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它有一定難度 因為在授權會比較難關 所以在新的園的時候 我們發現的是 維基數據獲取性的可前出入 雖然它有 它的局限性 它不可能成為一個 文字記錄的檔案 但它至少可以留個 MetaData 或者基本後設資料 讓 至少把這些東西留著 讓其他人可以追蹤這些事情 那這是我們 新的維基空間 為什麼會想要 投入維基數據的一個發展 那這個計劃其實從2019年開始 譬如說 文藥跟語先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 包含 提到邀請的詩老師 然後開始 我們先討論的 檔案是什麼 MetaData是什麼 這個比較 藝術文體 或者資料文體 或者問題 然後到最後 點點點 我們開始在思考 對於 地帶空間 或是藝術空間來說 這些資料 要怎麼用 它的想像是什麼 那這些 這兩年的主要的 都主要是 就是像福利會申請 就是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 然後是負責藝術機單位的 那個補助申請 那我到明天一年的時候 我們 第一次聽到 常識跟 維基美記基金會 反正維基美記基金會 開了一個叫檸檬補助 也就是說 它開始支持一種 跨 有點像跨裡 因為跨界的 合作 然後願意補助我 然後我們很幸運的 會得到這個補助 這讓我們可以做到更多事情 讓我有機會 做到兩件事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這一年的時間 建構更加豐富的技術資料 而去開創更多的想像 或者說是一個按論證 這是我們可以證明某些事情 或者可以做到 第二個是我們在計畫中 明確指出 我們要掌握 VG-based技術 這也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2013年的時候 維基數據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 我在維基協會 還會在那邊打打招招招招 的時候 他說我們去Postcard 然後我們 因為你在Postcard 然後你問每個人說 就是維基的媒體協會 你問人家說 你知道維基百分是什麼啊 很準啊 人家距離比說 你知道距離比什麼啊 哦不知道 然後就講下去 但是你問人家說 你知道維基百分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這樣就請人家問百思一啊 可是我們那時候 如果有質問說 你知道維基數據是什麼嗎 當然我們可以講 維基數據是什麼 但是我不會用那個技術 我們連Smart都做不到 那時候的狀態是這樣 但我們發現是到了 其實到了2019年 2021年開始 俄國的那邊已經開始 在提到有 Wikibase的生態系 或者就是強調那種 不一定只能 舉現在Wikibase 而在Wikibase 建立一個很開放的 LOD資料庫的一種 Google的LOD資料庫 彼此互相串聯的狀態 那我們希望在台灣引進這個 所以我們先進到講題目 也就是說我們在維基數據 Wikibase這裡做了什麼 因為我們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在維基數據裡面 其實做一個 就是建立藝術資料 也就是說 跟台灣藝術圈有關的資料 那目前成果有 有大概分的兩個部分 但前兩年計畫也是我們 剛才提到的跟 我又會申請的補助 主要是做基材空間的 藝術加跟展覽 這裡的基材空間 除了是 集合園藝術空間的 資料以外 其他包含 同時就已經做了其他的 基材空間 例如 都差不多了以後 那我們今年的計畫 其實就稍微 轉換的重點 其實我們這次做的是 台灣藝術家 就直接定調是 整個台灣藝術家 台灣藝術家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已經見 這四千多筆的藝術家 這四千多筆的藝術家 是從 例如說 從幾個 國內幾個藝術資料庫裡面 就是 每個藝術資料庫有 不同專比例 它是當代 視覺藝術資料庫 然後我們把它抓進來 然後例如說 有一個是叫做 非慈聰的 有簡單的藝術信用 但它也有 建構自己的資料庫 然後把它們 裸列裡面的藝術家 拿起來 然後這樣的互相補充 以後 目前一定累積到四千多筆 這四千多筆的影響力 我當然我會用一個 當然我們 會前檢討的時候提到 就是說 大概還沒有四千多筆以前 因為想像其實 維基數據的藝術家的 狀態是 就是 尤其他跟 維基百科互相應對 就是它是一個 自然分布的狀態 但是當我們 變得這四千多筆 資料以後 其實我們有點影響到 那個比例 例如說 現在 你如果用Sparlacore去搜尋 比如說 在維基Depa裡面 藝術家最多人 給我們的學校 然後第一個 呈現的是台師大 但這個一定是 最方便的結果 就是說 台師大絕對不可能是 全世界所有 一家人 最常骨的學校 但是我們 因為這四千多筆 建制 留給一家到 VikiDepa 維基數據裡面的 搜尋結果 所以其實這其實是 算一個很大筆的 量的導入這樣 那我們 希望呢是整合 整個國內藝術資料庫 收入的 藝術家也包含了 希望之後可以增加 之後可以增加 包含北美館 國美館 然後還有 其他管制 因為他們 因為其他管制 也會檢糖資料加 檢糖資料庫 他們會有一個檢糖資料庫 他們會有一個檢糖資料庫 那最後幾道藝術家 我們希望去建立這些 藝術家的資料 然後讓這些資料 至少操費目前 國內幾個 現有的藝術資料庫 對 那這指令過多多的內容 那這一個舉例 就說 這王俊傑就是 俊傑老師 就北美館館長 然後其實我們就這樣建 我建設可以點進去 對 咦 這樣子英文 這個狀況是 他算了 英文大家一定很厲害 不會看的 反正就是 我們大概建設 這個就是人類 然後他是男性女性 然後他的國籍是台灣 然後他的出生日期 他的出生日 然後他的 他的職業 荒體池 然後可能還有其他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的教育 他就職學校 就職學校 那如果他就職學校 因為有的會蠻強勁 例如說會告出他 怎麼說畢業的 或者他的學歷 是學士做事 什麼的 然後我們也會 在這次的輸入中 會輸入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 跨移增加的 叫做 他的作品收藏在哪裡 就是說 例如作品收藏在北美館 然後 我們之後可能會再 繼續等 補入這些 主要是補入之前 拌換這些 很基礎的資料 但 可能會有人 會覺得說 補這些資料 要幹嘛呢 為什麼 就只挑這些很簡單的資料 我只知道他的男 他是男 他怎麼都出生 然後 他補哪些股票 看起來都很無聊 對不對 對 他其實看起來很無聊 但是其實他可以做出很多 有趣的 研究 或者一種研究的強項 例如慶典 這個是 我們把 18頭設定成 是搜尋 台灣的藝術家 然後 男性跟女性 然後 以及他的出生日期 那其實這個 左邊 比較多人的 那個就是男性 右邊 這個比較少人 就是女性 你可以看到是台灣藝術家 在什麼時候 就是 出生 什麼時候出生的男性 藝術家最多 這個比例 那當然是他可以有更多 進一步的分析 例如說 藝術家有五月年代 例如說 其實女性藝術家 很多人 尤其是在早期 很多人其實先入職場 然後之後 再重新回到 走位 有點像退休後 再重新回到藝術的生活 有很多人 但這個後期 會開啟的 進一步的投入 到底這些比例 是怎樣 就是說 男性跟女性的這種狀態 那當然 你可以再更細緻的區分 例如說 男性藝術老師 或者女性藝術老師 這種比例 那出生地呢 出生地呢 其實 出生地其實就是有點 比較像是說 是否哪個地區的人 會有最多的 就是 你可以去 例如說 你用政治進去學的方式去說 例如說 台北市不是因為他的 將會有經濟跟文化的 就是 資源比較多 對於產生更多的藝術家 或者更 不同時期 有不同的地域 傾向 但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裡台北市比較多 不過這邊我要提醒的是 因為其實很多藝術檔案 藝術資料 就是藝術家的CEP 就是他的個人解敵 其實他寫得很猛猛 例如他可能是嘉利縣 或是嘉利縣 都寫嘉義 或是他是台北縣 但他還是寫台北 所以你會發生說 你會發生說 你會發生說 你必須把台北縣市 之後再去看 然後嘉利縣市 才向縣市再合起來看 但基本上還是可以大致的說 台北縣市的大地域有多少 然後 譬如說 明顯是澎湖縣 或者金門縣 有多少的藝術家 這樣 但當然我們也可以用 史拉圖裡面的 地圖工人 這是直接微信介紹裡面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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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直接顯示出 在我們所謂的 台灣藝術家裡面 到底他們出生在哪裡 用地圖的方式顯現出來 你一看到很多人 都是中國的大陸地區 為什麼 因為1949年 所謂回國府 撤退來台以後 很多的大陸裡 當大千 很多藝術家 其實是這樣的 然後去 包含去師大 去藝專 或者是所謂的政戰學院 不是所謂的 那個 孤青鋼的政戰學院 然後藝術系 去那邊就讀 然後推廣 他們有的是 中國藝 傳統的中國書畫 他們也有一些少部分是油畫 或者是受到 一些的互動影響 但是在這個景點 就可以看到說 喔 我們這邊還有 大陸的藝術在哪些 那台灣 這個地圖的正性 有些 就會標記到鄉鎮區 鄉鎮 鄉鎮級別 比如說你可以看 或是 如果資料夠氣之的話 你可以看到你出生 鄉鎮 這很大 其實藝術家 在那邊出生的 那當然也有一些比較特例的 例如說 其實有幾個是 韓國 有幾個台灣的藝術家 其實在韓 就是他在韓國出生 然後後來在台灣的 那其實 有點可疑 但是因為 在國籍跟國籍 其實都非常難認識的東西 其實台灣很多 在台灣活躍的藝術家 其實 在馬來西 其實在馬來西亞 就是有點像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他覺得台灣藝術家 比較活躍 所以他來到台灣 但是因為在這個 資料部裡面 國籍的 這種說明方在國籍 那一定很麻煩 所以我們在這部分 其實做得不夠細緻 這得承認 那這個是 藝術家跟國籍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 剛才有提到 如果說 我們利用 我們 結合前面的出生之間走的話 那我們其實就會判定 這是一個台北市的藝術家的比例 但是我們會對到的是 例如說我們會去比較說 台中到底是這時期的藝術的 譬如說藝術家聚集或出生的地方在哪 這樣做一個對比 那這是一個 譬如說台北市的狀態 那就讀學校其實是一個 我們前期當作一個重點的研究方向 因為我們認為 我認為 我在之前都認為說 這個其實很難免重 影響到台灣藝術場域的一些 比如說盥形 或者風格或什麼 但是 就是說 我們直接統計說 誰誰誰就讀以後 哪個學校 哪個比例最多 你可以看到 我說 你不是以前 台幣大最多 目前是台幣大最多 但台幣大各方的原因是 就是台幣大其實這個很早 現在是液端 液端幾季 然後本來是液竹出來了 那斯大呢 其實也是蠻在一個比例 那我覺得是北益大其實 大家知道北益大其實是 蠻後期才出現 但是北益大其實已經塞到 海明地下的兩路 你可以想像是 北益大明明在 可以說八年九十年 淡身的選票 但是在很快的時間面 成為很多 台幣藝術圈場域 要擠進去救服的地方 那當然這邊也會出現一些 比較個別的 例如說國外大選之類 但是因為這個資料 錢的方式它就沒有列出來 但是如果你有需要 例如說國外 例如說哪間學校 就是例如說巴黎巴大 有多少人去讀 然後哪些大選多少人 那這邊我們講的八關 例如說我們發現 有個美國有一個大選 叫方方 很異常多人 但是比法國巴黎巴大還多人 但是我們訪問到以後 我們依照一個很大意的答案 那個老師的解釋說 方方大姐其實有點像是 在地的社區大學 所以呢很多老師其實是 想要有一個海外的宿市權利 然後就去方方大姐那邊進修 然後回來就有一個 宿市權利這樣 當然我們還不確定 這是真假的 只是那個老師的單方面的解釋 但是你可以知道 透過數據的方式 其實方方大學 其實在我們傳統的藝術史 他其實不會被發現 因為他就只是一個 藝術家的比例 但是如果這種 資料成績方式 然後我們找出幾個 奇怪的異常點 然後如果找到正確的人 去詢問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 資料成績的話 我們會找到 一些 過不容易發現的資料 那同樣 那同樣的 同樣的 我們也可以用 十八頭的地圖功能 也都可以顯示出 大家做主的來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我對時間的一大 哇 那麼多人 然後 有點忘記了 然後 那 有些是國東 因為有的人會留在國東 所以我們就一起建制這樣 那當然 你可以看到 當然也可以從一個 比較全球藝術場 你會發現的是 整個 那邊就是不會有人 大家就是要去歐洲 去美國 然後 日本這一個時期 主要是 日本這一個時期 日本這時期當 第一個主要就是 主要日子時期 很多人 海關節眉術場 就往外面跑 大概六年代以後 有很多時期 第一次都是本的教育老師 其實也把它變成做 做事後 國安的 就職對象 這樣 那當然 剛才我們提到說 我們 十八頭 我們的 不是 我們 我們知道建制 不是 剛才有提到說 我們如果有畢業年份的話 我們可以有輸入進去 嘛 但如果把畢業年份輸入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多出這種效果 這個圖會有點叫 這是一九二年代 就是日子期的時候 大家很想好 去日法 因為我們有做他的畢業年份 然後我們 把他留在台灣最後一個年份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做出這種飛行 那後來就開始 這群人就開始 開始留歐了 開始留歐了 然後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 呈現出他們的飛行執行 但這個其實做得很粗糙 它其實有點 因為我們用很整理 我們直接處理 跟CSP 但是其實如果你要在細心處理的話 其實 你連國內的藝術圈 從哪間卻角 就不知道哪間卻角 的圖 這個動畫 是做得出好的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來去分析說 藝術家在 至少在學習這個履歷上來說 他是怎樣的呈現 他的風格影響 他來說受到 可能說哪些學校的學派影響 包括 其實所謂的歐洲學 歐洲 日本 跟歐洲的法國 西班牙 意大利其實都是不同的教學方式 那當然也就跟日本 跟美國的教學方式有查明 那就可以進一步分析 當然 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線 都還可以在對應到特別 專門 特定的藝術家 就更仔細的 這位藝術家的 真品 他的作品 他從執行去 那個學校的關係 當然我們也會做他的 不同人的 就是他的時間表 就是他畢業年的那個 大時間表 做出來 那這是 呃 剛才十一號 他作品其他部分 那再來是作品做法部分 作品做法部分 是我們後來想到 獲取的一家的另外一個項目 也就是說 這個是顯示說 台灣藝術家 分 分布在 就是他的作品 被點堂在免住管 或者這種 有免堂機制的管設 在哪邊 那你可以看到是 歐 歐入有一批 然後美國有一批 當然也是類似的結果 但 這個功能比較像是說 我可以去 例如說我可以去 追蹤一個 藝術家的點堂 同時分布在哪個地方 或者更細設說 哪個作品 在哪個管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對於藝術研究來說 我們更容易 而去整體的資料 或者說 呃 做串接吧 例如說你想要在國內 找到你沒做的管 你不用再 很傳統 就是 其實找管廠 這件事情 是很麻煩的事 但是如果有這種系統 然後我們把現有開放的資料都上去 或者 各個美術館把自己的資料 用一個 經過整理後 集中之後 其實我們會很快發現 喔 你美術可能在哪邊哪邊有作品 而 可能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這其實可以促進交流 或者說促進一些 作品的互動 我們會這麼講 當然就只是一個出貨 因為其實這個還沒有做到冷氣 就是後來才想到 會一直做 一度 不過有多使用 反正也是 反正也是一樣 就是點下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是哪邊管 然後有什麼 有什麼 藝術家這樣的狀態 然後最後一個是我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 我覺得很有前瞻性 或者說 比如說做私從 私從的意思就是說 誰教導之後誰 誰是誰老師 那我在做這個時候 其實比較像是說 他的藝術評論 他的有關他的藝術的創作制度 或者他的回顧中 他提到誰誰誰教導他 也就是說 他不只是一個上課 你大家也知道嗎 你不可能因為大學上課誰老師 然後你就覺得我 他是我的師父 不會嗎 還是會自己擠得招 這個還沒有可信力嗎 那這意味著什麼 我們可以做類似這種圖 也就是說 不同的人物的關係之間的 串連 那更大的是 如果我們這個計畫 是4000多個人 藝術家 而且這4000多個人的藝術家 是從台灣認識時期 到最新的 也就是說 現在的當地的藝術家 這個年級 到底會產生那麼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奇 到底你沒數 你沒數 陳辰波 陳辰波 廖季春等等 前輩藝術家的影響力到哪裡 或者說 例如哪些 老師其實是 教學人 或者被 很多學生侵養的重心 例如 李宗森 在中國的李宗森 在 那個 吃大的黃軍壁 等等等等 因為很多人 他們在很多交解過程中 很多人 都會拜他們為師 這樣的狀態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很大的祈福 一個 我們真的可以說 這就是一個台灣藝術所 一個 賣賣相傳 就是一賣相傳 到底是怎麼傳 而且到底是不是還中間有放掉 這個其實是一個 尚未被研究 而且去用文件判考 一分二方文件能夠找到好的資料 所以 那我們在這個計畫中 其實很霸道的在邀請 這邊採選 就委員 然後採選 譬如說 我們來批量上載 藝術家 藝術達士的資料 譬如說 藝術家給黃金藝術的資料 這是為什麼 當我們在參考文件的時候 我們只要在標記 這些參考文件 設計到哪些藝術家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很快就會叫你說 喔 抓這個藝術家 他附近的參考文件 跟他涉及的相關的評論 我們哪些 一把抓 這也 這意味著什麼 嗯 這其實上面這間的 各種調例會 其實對我們來說 這個其實是 未來這個計畫 可以往哪個發展 方向 比如說我們L Inkin Data 或者所謂Wikidata 或Base的計畫 他的可以做到什麼 那我們現在有個簡單 按一個端做一下 簡單來說 我們想要做的有三個 第一個改變研究方法 也就是說過往藝術研究方式 主要是參考文件 或者訪談法 就是去認真訪談 藝術評論啊 或者訪問藝術家 或是參考人士等 但是利用數據的方式 然後去看看說 有沒有特殊的起點 起立的地方 例如我們剛才提到 方向大學 或者用這種比較方式說 例如A的地區 跟B的地區 有什麼差異性 我們是否能夠 一個 就有的方法 找出一個新的 不一樣的研究 方式 內容或者 應徵就有的 結構方法 確實存在 這是一個 我們想要做 推動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的 美術管的點藏部分 其實我們 就剛才提到 我們剛才把美術管的 點藏資料 這樣提取出來 然後依次串接後 我們其實在某種程度 其實做了 串連管測資料的工作 那我相信這對於很多小管來說 獲取出的機會 因為小管可能不是 像大管一樣 有那麼多資源 它可能比較 更適合民間來說 因為大管可能還是 多重會有一點 可能會主義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剛才提到的 藏資料文件部分 其實我們在某種程度 也為了很多藏資料 做了有可能的基礎 譬如說 如果剛才提到 一把裝 還是我找一個藏家 他的參考文件 他要出擊 會一次抓出來 這其實對於藝術研究者來說 相對來說 其實你知道 以便你可能沒有內容 就是說內容 因為授權 不會在上面 但是你知道 有一個樞目 可以讓你知道 讓很多人知道說 之後可以去哪裡找 甚至更進一步來說 其實很多藝術單位 做了很多私下人 或者是 基於 升級補助精華 做了 口説歷史多檔案 他們可能不會公開 但是做過這面 他可以把的 這種連結資料方式 我們也可以把那些 有個別的單位 整理的資料 照他MATA 會整起來以後 讓更多人 更方便的去調整這些資料 最簡單的講 整個VGDATA的 整個VG數據做的 其實在網路上 他們是 可不可以幫你 尤分DATA 如何被實踐出 如何被 可以論述 可以讓其他人 斷出來說 有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講第三個部分 我們提到 為什麼你要用VG BASE 原因在於 違基數據 它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 違基數據 以文藝來說 它其實說 違基數據 其實它的資料 鑑制其實才是 不要參考文件 但是很多藝術檔案 好像我們剛才講 很多藝術檔案 它其實可能沒有 其他的二手文件去補充 所以變成是 它其實自己的鑑制 可能是第一手的鑑 但它可能 它被違基數據的規則來說 它就不適合 包在違基數據裡面 第二個問題 更大的問題 資料結構不相容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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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底部這樣可以做到 就是底部這樣分進了兩個數 它其實對於技術品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涉及到長鏡頭這些 但在維基數據裡面 這個才細的 根本不會出現在維基數據裡面 就是它不會有這個欄位說 哦 我們的標記說影像的 這個欄位長度有多少 這個鏡頭的長度有多少 不會 所以這個變成是 必須要跳躍維基數據 而去做一個自己的資料 而這裡也不是維基貝斯會 因為在對維基貝斯來說 它的簡單來說就是 它可以讓各個單位 用自己的資料機 或自己專門資料庫 自己的LOD資料庫 然後它的維基架 跟維基數據相似 那換言之呢 各個單位呢 其實可以依照自己的資料特技 或是技術方法安排 例如說我剛才講的 如果我們是電影專機的 我可以去日本 細色標記出 例如參與的演員的秒數啊 或者它的所有的 長鏡頭之類 或鏡頭轉換之類 只要那個單位有進行的話 它可以不斷的標記至於 可以做需要的東西 而維基數據 基本上它的一個主計 都很 因為它是預測是寶寬的 所以其實你要真正過於細智的 主計其實很困難 那這是維基貝斯的優勢 那其實我們在廠牌幾個國外單位以後 其實很多的單位 其實他們的有一個想像就是 因為 Intel Open Data 本身就是一個 串連的想像 所以他們有一個預設就是說 不同的資料 不可能真的會彼此串連 彼此組充 所以不會說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這也是為什麼 德國他們不會在意說 一定要做維基數據而已 而是對於他們來說 當你建構一個維基貝斯的生態線說 他其實就補充整體的 網路世界的聽眾 和PETA的這種內容 對 現在的 包含在2021年的時候 德語分會 跟台灣 德語分會的基金會 其實就已經幾乎 要經過Wikidates生態系的展望 這項計畫的主要目的 第二項目的 目的其實是希望 Wikidata台灣社群 能夠掌握Wikidates的技術 去更進步 去跟更多單位推動中 市長這東西會沒有 或者是 會幫助你 好 議題是的時候 編隊搶賛 Wikidates是一個 面向未來技術 但是有個問題是 技術跟機器 不代表建立生態器 這是因為國外 國外其實一直沒有回答 我們問題 他們也相信可以開放 有機構開放 又會有生態器 又會有更多人參加 但是 大家都知道在台灣 你講開放 政府不一定的秘密 民間部件有的呼籲 政府會說 我開放以後 民間部件會沒有 民間部件有什麼 開放 然後政府也說 開放很多麻煩的事情 很多複雜的情況 但我覺得 這邊我們要用 你用 今天你用馬克思 馬克思 馬克思在東南堂圈裡面 有一個很簡單概念 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比如說生產力 到達一個極限時候 生產關係 反正生產關係 會限制生產力 所以必須生產關係 改變 其實政府對於台灣 很多科技的想看就是這樣 比如說他希望說 自己改變生產關係 但是他不適合 生產關係 或者社會關係 必須改變的原因 就是說對於台灣來說 他沒有要改變的原因 他不會動 那我在這邊 那裡有一個 布提侯的想像 就是說 布提侯提到很多 資本有不同 理由叫經濟資本 理由叫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 其實大家就可以講到說 人賣有人賣資金的關係 人賣有人賣資金的關係 大家只好 如果你是從外面推動說太好 那他可能一切很空 就要打進那一點 這個也有問題 那對於藝術的人 會來說 我覺得另外一個 最大的問題是有一個 叫做文化資本 就是說他的知識 技能 或評分 評分 可是為什麼一個 學術理論 哲學是高的 為什麼美學是高的 為什麼沒有要學習在高上裡面 其實他的 他這些學習其實 非常的 其實這些學習非常保守 他其實是不斷回應過去 就是說 我必須引用黑格爾 我必須引用康德 然後才整理說 新的東西是有價值的 所以你可以想到是 他是不斷的回覆過去 然後再模仿 然後擺背過去 這才是方式來整理自己的價值 但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跟開放世界 沒什麼關係 也就是說 他是兩個不同的價值 大家可以想到 我已經百合第一次出現 說 他是完全開放 大家自有編輯 可是他馬上要是 什麼是真實 整個條路的正確 要有保障 其實是人文 人文總塑造 人文學科 總塑造的一種價值 我覺得他就是人文學 總塑造的一種價值觀 因為 要回覆過去 會有一個正對性 因為他自然 跟開放 開放的東西 有一種白癡感 那所以我剛剛 就提到說 我這邊提出來 也是跟師老師有點不一樣 師老師會相信 可能會相信說 開放的東西可以鑄到 必然會有一種跨離譜的竄間 但問題在於 我自己的觀察 是不同場面 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價值 所以這種的推動 固定是順利的 例如說 我們在推動 開放知識的時候 人家會說 那可是我覺得 法律會比較重要嗎 你不能說他錯 但是他一直 我把他定的到 認定open data 如何的有趣 或者 有未來的氣 他因為 其實這樣講 他不需要 認定open data 也可以做現在的研究 也可以做現在的創作 我不需要這些東西 反正如果 藝術圈需要 原宇宙 NFT 這些東西 是很可怕的 會有很多 很神奇的東西跑出來 所以怎麼辦 不知道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很難解決 因為如果你 你太講究 藝術圈的東西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太講究 藝術圈的東西的時候 藝術圈其實 或者一些人物廠 會把你當中藝術出來 然後 但是如果你講究一些 高大上的 這種歷史論述 哲學脈絡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很多情況下 你會 做得 你不一定會開心 因為你 本身不是那個話 有的奇怪 可是你可能 在 像人家 掌握開放之後 掌握內容的一對方 或是 你有一個新的技術 所以我也其實也不知道 怎麼辦 但是 或是 我覺得應該是要 開放討論 就是 大家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先知道 怎麼遇到 合作 或者收入到什麼問題 好 大概這樣 可以 那些人 可以